哈喽大家好,我是笑语 我现在是在哈巴罗夫斯克通往海深买的火车上 马上就要到海深买了,还有十几分钟 然后我来说一下我昨晚上的感受 我觉得我逃过了一劫 可能是由于我住在门口的原因 昨晚上没有寻找我 但是,昨晚上我被呼噜声也搞得哇塞了 给你们看看啊 然后这个位置,当时刚上车的时候有一个大哥 他们在屋苏里下车了,应该是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你们都听见了呼噜声横横的 然后厕所在走廊的尽头 我这边是没有卫生间的 可能也是由于我住在这的原因 没有味儿 但是晚上我上那边上厕所的时候 我走到中间的部位,差点没给我预远过去 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住在火车车厢的两侧 你是闻不大着那个味儿的 我才知道这个窗户耐了好两好长时间啊 所以说还没有闻到太浓烈的呼噜味儿啊 只不过就是呼噜声的,到了晚上啊 就我这个位置开始,我的四周上步下步左右还有隔壁 全部都在打呼噜 呼噜声音反正还能听还能忍,但是就那个糊臭味儿啊 所以说以后你们要是在俄罗斯坐车啊 也有可能跟他们从小吃东西有关 反正我们现在进海上晚了嘛 这我就觉得海上晚这边的火车的景色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沿着海边的小景色,谁能抵挡得了 这火车果然跟那个啥 跟咱们原来的老事儿的那个绿皮列车是一模一样的啊 每一站都停 无论大站小站 停个两三分钟 多的停五六分钟 像我们隋阳,我们隋阳算大站也只停三分钟 这里就是我看出来了 不论大站小站都得停个五六分钟 停的时间要比隋阳停的时间长多了 他们国家还是没有高铁的 全都是这样的慢车,这样的火车 又看到洛斯的军舰了 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这停站都有意思 乘务员开着门 车还往前出流 就这么在这等着 百八十米终于停了 不用进站台 直接从这就出站了 但是我要上那个双头鹰背那去看一看去 那这边 那边应该也能出站吧 而且他们接站 真的是可以进站里来接的啊 随便进 只要你过个按键就可以了 有没有票无所谓 而且我发现海神马这个站真的是啊 你不一定非得要从出站口出去 你从哪都能出去 你从进站口也能出 你从这个天桥也能上去 只要你下了火车 你想从哪出站就从哪出站 这是蒸汽火车头啊 来海神马这么久了 第一次近距离开啊 他们的火车居然还要带小狗 这个啊 就是9288纪念碑啊 西伯利亚大提出的终点站 原来这个地方不只是咱们旅游的人 会在这留纪念他们国家自己人到这也会拍个照留纪念的啊 终于近距离的看了一次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天台 就直接从这个桥直接上去就完事了 他们这站太有意思了 上来了啊 截止到现在 我们的哈巴罗夫斯克旅行 结束啊 在结束之前 说点自己的心里话吧 因为什么疫情呢 就是因为今天脏起来 我们的列车经过乌苏里斯克的时候 然后有一大部分人都从那下车 其中呢 我们这些车厢有几个中国人 但是在他们下车的时候 我还在睡觉 我就听到乘务员喊了 一大一个辣子呢 就说中国人真脏 中国人真脏 然后后来我就听那几个中国人在说 是不是说我呢 那是我弄的 怎么的 而且还是笑嘻嘻的说的 你知道吧 当时特别刺痛我的心 既然人家都说你了 你还能在那笑嘻嘻说 说我呢吧 就算你远不通 你能不能去把你弄的东西收拾干净了 你让别人这样指着鼻子说 你心里舒服吗 反正听到我是心里不舒服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反正我就是想 无论是你是出国务工啊 还是出国旅游啊 尤其是出国啊 我都希望大家做好自己 不要让别人指着咱们的鼻子说 真的 这种感觉真的太不舒服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啊 反正我现在是 只要我出门 无论是垃圾啊什么的 我都是收拾了板针了 然后再走 就所有东西 也从来不会随地扔垃圾什么的 自己的形象 还是要自己去维护的吧 我也希望以后 再出来玩的朋友们 谨记 然后告诉自己 不要再让别人指着咱们的鼻子说了 没什么 不自然 我应该就是 那我哟